神居山上经现两座形制特别的大墓 究竟特别在何处 虽然拥有顶级的藏具 随藏品却跟墓主人身份不稳的合 这是为什么 作为汉武帝的儿子 明明出身富贵 结局却令人惋惜 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理传奇 我是患者 我们的节目正在今视频APP上同步直播 扬州汉广陵王博物馆里有一幅浮雕壁画 名叫显阳殿宴会群臣图 听名字 画中的现场气氛应该是欢乐的呀 大艳群臣嘛 对吧 然而实际上这位招待宾客的主人很是悲伤 他是在向群臣和子女们交代后事啊 而且交代的时候特意还说了这么一番的话 意思是皇帝带我不搏 但我却辜负了他呀 所以我死之后啊 把我抛尸于外吧 就是扑尸于也呀 如果有幸允许我下葬 那也不要后葬 而是博葬啊 听起来主人公在世的时候 好像做错了什么事 而且还是大事 那么这位大艳群臣的主人公是谁呢 他又为何要说这么样一番话呢 其中故事得从1979年的一次意外发现说起 1979年的一天 一群工人正在扬州的神居山采石 当震耳欲聋的爆破声散去之后 忽然一个人工开凿的黑洞冒了出来 干什么用的呢 从外往里望呢 这个洞是既狭小又黑暗 所以谁都不敢进去 只得请来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 那相关工作人员进去之后看到了什么呢 用四个字可以概括他们当时的感受 就是这这这前所未有啊 话说黑洞里面是又陡又长 走着走着呢 大家伙好像又踏上了一块平地 一看脚下是一块木头 于是工作人员下意识地将手电筒往远处照了一照 结果发现呢 洞底四周全都是木头 而且是木头垒成的木墙 不像是个什么东西 谁也没见过 考古人员都没见过 这看来是遇到稀罕物了 于是大家伙扶着木墙继续探索 结果您猜怎么着 当他们走到一处豁口的时候 一座层层嵌套的木头房子 赫然出现在眼前 这什么呀这是 一开始大家伙以为是仓库 谁知道一番仔细勘察之后啊 所有人都难以置信 那这竟然是一座从未见过的古墓 因为没见过 于是乎各路考古人员当时齐聚神聚山 组成了一支将近一百人的联合考古队 规模很大呀 那么发掘情况如何 您瞧这是当时的发掘现场 工程量大吧 这木可是埋得相当深 在沿坑以下二十四米 坑口面积也大 约六百五十五平方米 相当于一点五个篮球场 所以工作人员风吹日晒 挖了十亿个月 木室的形质这才渐渐清晰 它有五层结构 从内往外看 最中间是棺材 棺材是套棺 也就是两层棺 在棺材的外围是内果 内果有门跟外面相通 在外围是中国 中国也有门跟外面相通 而且内果跟中国上面都有盖板 注意啊 就这个木室 考古人员算了一下 所用的木材 净算多达五百四十六立方米 什么概念呢 就是古人差不多砍了三千多棵树 才制作架构完成 用了如此多木材的藏具 到底叫什么呀 看看木室的结构 梁白泉想起了曾经发现的一座古墓 是北京的大宝台墓 这也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由木头拼凑藏具的墓室 可是当梁白泉打算比对两座墓的细节的时候 发现比对不下去 是北京大宝台墓篮 因为第一座没关系 他压制一个饼 唯一的实物参考没有了 只能寻求史料 几天后队员们终于在史籍当中找到了记录 什么呢 霍光 各位知道 他是西汉名将霍徐兵的弟弟 也是汉武帝临终时的脱孤大臣 因为一生辅佐过四位皇帝 作为众臣汉书霍光传记录了他的身后的哀戎 说霍光死后 皇帝给他撕了一种藏句 名曰黄肠提凑 黄肠是所用的木材材质而言 按照史书上记载叫百木黄心 用百树的木头 它的芯是黄的 所以叫黄肠 提凑是根据它的结构 提是头的意思 端头 也就是有连伦的这个方向 凑是拼凑 拼装 也就是从棺材这个位置 就中心位置 向四周看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个的 就是木头的端头 就是朝向棺材的位置 这里的藏句是否符合史书里说的标准呢 看着巨大的木材使用量 再看看木头的摆放方式 以及藏句的位置 考古队员认为 这应该就是黄肠提凑 注意 能够享用黄肠提凑的人 可不是一般人呢 而是下面这些 黄肠提凑呢 实际上是 专有的一个藏制 它的等级比较高 以帝王 跟一些皇帝特赐的 宠臣 朱后王 才享用这种藏制 没错 史料记载 不止霍光 汉武帝呢 也使用过黄肠提凑 所以神居山的这位牧主人 身份必定不简单呢 至于是皇帝 还是王侯或者宠臣 这就看后续的清理了 回到当时 话说因为照明条件有限 进入牧师的队员呢 都很谨慎 而就在这谨慎的发掘当中 队员们找到了一样东西 发现了很多玉片嘛 这些玉片虽然是残片 但形质都很相近 而且每个玉片的四角都钻有小孔 某些小孔当中 甚至还残留着金丝 这应该是什么东西呢 看样子 这应该是金与玉的组合物 而此种金玉组合之物 考古人员分析来分析去 觉得只有一种可能 这金与玉衣 这就是皇帝的藏制 金与玉衣 这可是最高等级的练符了 后汉书就记载 皇帝的玉衣用金与 诸侯王 列侯 始风贵人 公主用银铝 大贵人 长公主用铜铝 难道说牧主人是皇帝啊 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谁知道欣喜之余 一个令人更加震惊的发现 又来了 平复一下心情下结束 本应散发臭味的藏具 却飘出香味 其中暗藏什么玄机 淤土之下 一块不起眼的风仪 为谜团的解开提供了什么关键线索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为您解密 上节我们说了 随着发掘的深入 一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情况出现了 什么呢 因为时间过去太久 黄肠提凑的木材已经腐烂了不少 按道理既然已经烂了 肯定不好闻呢 然而当考古人员聚开木头的时候 有人隔着老远就闻到了一股香味 什么香味呢 队员们凑近一闻呢 不得了 就是那个楠木的香气 都是这个金丝楠木 注意 金丝楠木 可是有黄木之称 比如说像故宫里边 那么多间房屋 也只有几个宫殿 才用到了金丝楠 再看神居山的这座木 您知道墓主人用了多少金丝楠木吗 多到令人难以置信呢 八百五十六块 神居山哈木的发现 那就是开天匹地提一个 敢把摆木换南木 这的确是少见的 墓主人究竟是胆大敢于僭越 还是他当真是一位皇帝 从而可以想用什么就用什么呢 话说 就在队员们疑惑之时 有人在一块南木的表面 竟然发现了文字啊 就是广陵船弯板 刻在这个墓桌上面 广陵船弯板 就是广陵国的造船的 拿来做这个荒唐提侧的这个墓葬 广陵国 哪儿的古称啊 经过考证 广陵国就是汉代扬州这一块的封国 如此说来 墓主人是汉代的 而且跟广陵国密切相关 想要解开密团 得找到更为精准的线索 然而考古人员越往后清理 心里是越没谱 这座墓被盗了 而且被盗情况严重 清理直至结束 队员们只在墓里找到了 同壶同盆 墓基 漆器等等一些这样的器物 发觉到这就要戛然而止了 考古人员们不甘心呢 然而就是这份不甘心 让大家找到了新的希望 按照汉代的就是墓葬的 这个美葬的一个习俗啊 沈君山这一带啊 应该是一个陵园 所以发现一号墓以后 很有可能是它边上 应该有随葬墓都有可能 果然新的惊喜很快就出现了 考古人员在距离墓葬 东侧大概50米的地方 又找到了一座墓 而且墓里的样子 几乎就是一号墓的复制粘贴啊 二号墓也是皇上提侧的 也是同一个时代的 这个是跟这个一号墓是差不多的 无非就是规模上稍微小一点点 除此之外 考古人员在墓中同样发现了 金铝玉衣的残片 同时还找到了一块硕大的玉壁 又用了顶级的垫幅 这还了得了 队员们当时是信心满满 一头扎进二号墓的清理当中去 然而同样是在这样的关键节点 墓葬被盗的现象 又给大家伙泼了一盆冷水 刚找到的希望就又要泼灭了吗 考古人员不想放弃 想着一号墓的南墓上出现过文字 大家伙呢 也试着在二号墓的墓头上找找线索 有吗 你还别说功夫不负有心人 文字虽然暂时没出现 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这个墓方我们称它地龙 是南美乡的 用墓方组成像架空一样 从南门一直到北门 所谓地龙就是墓底铺设的木头 这种设计呢 一方面用来防潮防腐 另外一方面就是古人相信 棺底悬空就像尸体 盛放在天界之上 寓意死后灵魂可以升天 那么地龙为何会引起 考古人应该注意呢 原来这两座大墓的地龙树 是不一样的 二号墓是六根 一号墓是五根 两者地龙树不一样 能说明什么呢 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 这个阴阳之树 这个藕树代表阴 基树代表阳 由此考古人员推测 这两位墓主人的关系 很可能是这样的 父亲合葬 他父亲合葬的形式他不一样 他是同音异讯 所以分别的两个墓葬 都是紧靠在一起 而且离他很近 当然这只是推测 还需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 话说当队员们清理到 关市南端的时候 一件块状的器物 是突然显露 是什么呢 就拨开泥土一看呢 好像是一块风泥 风泥是古代用于这个风间 并夹盖印章的泥块 上面可是有字的 当器物上的泥土 全部被踢去之后 文字果真显现 叫广陵私府 什么意思呢 司官就是皇后的宫里边的这种官员 叫侍奉皇后的官员 皇后 难道这里埋着某位皇后吗 不太可能啊 我们说汉城秦治 西汉承袭的秦朝的郡县制 同时在初期当然还推行了风国制 所以他的制度比较特殊 那么按照西汉的这个自同经司 就广陵国的这个制度 就是王的这个制度 跟皇帝的这个皇宫的制度 应该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里的风泥 是广陵国的王后的 二号墓里埋的是王后 一号墓里的主人 就不用说了广陵王 这里补充一下 通过对文物的鉴定 神居山的这两座墓呢 是西汉时期的 而查询史料 西汉分封的王后中 封号带有广陵的 共有六位 分别是广陵立王刘须 广陵孝王刘霸 广陵贡王刘义 广陵埃王刘护 广陵靖王刘首 以及广陵王刘红 埋在神居山上的这位究竟是谁 此夫妻二人 又为何能够享有 超规格的皇常提凑呢 原本考古人员 以为找不到 更为精准的线索了 那么就在大家 不抱希望的时候吧 这种一锤定音的证据 居然出现了 当牧主人身份揭晓 考古人员又发现了 怎样的反常现象 身为诸侯王 刘须为何会卷入皇位之争 当事情败露 他又选择了怎样的方式 来面对过错 江西卫视经典团情 为您解密 上节我们说了 就在大家伙不抱期望之时 一锤定音的证据 竟然出现了 这是牧主上以后 62年8月 有这个字样 什么意思呢 汉代的诸侯王 跟皇帝一样 也有着自己的纪年 考古人员推测呀 这应该就是 一号牧主人的纪年 有了明确纪年 考古人员一查史料 牧主人姓慎名垂 立马清晰 所以我们就推测 这个牧主人身份 是广宁王刘须 以及他的王后 两个牧藏 介绍一下 刘须是汉武帝的 第四个儿子 也是西汉广邻国的 第一任诸侯王 在位64年 很显然 刘须生前 无比尊贵 死后应该 尊享哀荣 可是在 比对出土的随葬品 是一个反常的现象 出现了 听起来不可思议 都用了超规格的 皇上提送 也都打造了金律御医 这还不算 跟身份相吻合吗 考古人员说 即便这两座牧 没有背道 他们认为 这夫妻二人的随葬品 跟别的西汉的 诸侯王想比 的确也是差点意思 你比如说 西汉的中山晋王 刘胜以及 其妻子 窦碗的墓 里头就有 大量的奢华随葬品 考古人员从中 出土了金器 银器 铜器 铁器 玉器 陶器 七器 丝制品 你看这么多 遗物是一万多件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本该尊享哀荣的刘须 没能享受到 更多的荣华富贵呢 再查史料 考古人员发现的秘密 这一切竟然跟刘须 争夺皇位有关系 怎么回事 话说这个刘须啊 原本他跟当皇帝 一点都不沾边 史料记载 刘须呢 这个人身材高大 体魄强健 力气大到能够刚顶 甚至敢空手 与熊啊野猪啊 等等猛兽搏斗 然而他虽然胆子大 很勇武 但却胸无诚服 好游山玩水 所以很不受汉武帝的待见 当不了皇帝 那么就当诸侯王吧 公元前117年 刘须被封为广陵王 注意当时的广陵国 那是富裕之地啊 经济条件非常好 被分封到这样的地方 按说刘须可以安享富贵 直至终老 然而出人意料 上了年纪以后的刘须 突然就转来性子 他一心想当皇帝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汉武大帝临终前 把皇位传给了小儿子刘福玲 也就是历史上的汉昭帝 但是这件事 引起了汉武第二儿子 燕王刘顿的不满 因为他也想当皇帝 那怎么办呢 刘顿就一而再再而三的 在背后搞小动作 这个小动作当中啊 这个期间吧 他没少给亲弟弟刘须 发消息 希望他也能够帮自己一把 一开始刘须 没把这当回事 但是谁料 哥哥流淡 后来事情败露 自杀了 这件事情给刘须出动挺大 而且当时刘须觉得 是该找点什么新鲜事做了 比如说当当皇帝什么的 是吧 那怎么做才能当上新皇帝呢 当时的这个广邻国 深受楚人的影响 流行巫鬼之术 于是刘须就花重金 请来了当地的巫女 李女须 为其做法 让他诅咒弟弟刘福玲 说来也奇怪 这李女须 做法没多久之后 汉昭帝就真的去世了 刘须很高兴啊 杀牛仔羊庆祝一番 等待好消息传来 然而刘须左等右等 等了却是自己的侄子 刘鹤登记的消息 刘须很是郁闷 这怎么办呢 前面说了 他是一个胸无成腐之人 能有什么高招啊 无非是继续让李女须 诅咒刘鹤 说来奇怪 刘鹤只在位27天 就又被废掉了 巧合之事再次出现 这让刘须对于自己 能当上皇帝 那充满了期待啊 可是接下来 登上皇位的 是他的侄孙刘巡 也就是后来的汉宣帝 刘须很是恶然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总是轮不到自己 不过就在此时 一次意外的事件 让他放弃了皇帝梦 怎么呢 那是公元前69年的11月 刘须因为一位亲戚谋反 受到了牵连理应治罪 但是当时的汉宣帝很包容 不仅没有治刘须的罪 反而赐给他大批的黄金和珠宝 面对汉宣帝的宽容大度 刘须很感动啊 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 再加上听说汉宣帝 已经有了新的太子人选 这个时候的刘须 就对当皇帝这件事 彻底死了心了 按说不继于皇位的日子 应该是踏实安稳吧 然而刘须万万没想到 安稳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 他就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又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他多次暗中诅咒天子的事情 被人告发了 事情败露 刘须非常害怕 为了掩盖诅咒之事 他毒死了巫师李女须 和几十名宫女 可是事情依旧传到了汉宣帝的耳中 而且很快就有官员前来调查了 面对官员的责问 刘须什么反应呢 他倒是没有推脱 痛快地承认 却有此事 只是事情过去太久 他得回去想一想 然后再招供 那么刘须真的是需要回想吗 那只是个托词 因为他知道自己死记已到 于是回到王宫 在殿中设下酒宴 与儿女机械 还有一些群臣呢 饮酒听曲儿 席间 刘须感叹地说道 我这一生总不快乐 还非活到头干什么呢 奉守天子给我的期限吧 不能再多活一会儿啦 听到这样的悲哀之词 刘须身边的人也都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都说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夜会结束的时候 刘须便对儿子们说了最开头的那段忏悔之语 他自己很后悔 说皇帝对我非常的厚待 这个是我辜负了他 对不起他 如果我死了以后啊 你们就不要下场了 把我迫失于外 如果能够有幸允许我下葬的话 保之 不要后葬 说完刘须随即用受贷 自意而俗 他的机械们呢 也都随他而去了 这就是刘须的最终结局 这也或许是为什么 他的随葬品不够丰厚的原因所在 因为冒犯了天子啊 但是好在刘须死之前的这番忏悔 让汉宣帝知道了 或许是感念宗族血脉之情 他特意加恩于刘须 允许他仍旧以广陵王的身份下葬 同时使用级别很高的皇长提凑 以及金吕玉衣 这就是原因所在 好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以及抖音号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none única